嗨大家好,我是何和达 那么基于上一支视频的经验 我在这支视频一开头我就要强调一下 我所有的这类介绍我自己个人感受的视频 都是基于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的话 请弹幕或者留言温柔地指出 谢谢 在上一支视频里的确是我在选题和讲内容的方面不太严谨 那么这期视频我就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 我会更加严谨 但是如果有我在这里讲老师 你却在这说我鼻子的同学 拜拜慢走不送 这不会影响我太多 我还是会认真地提高我视频的质量 把它做给喜欢的人看 今天这个话题啊 之前在微博上很多小伙伴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出 但是其实我真的非常谨慎 因为这个老师话题对于我而言还是一个挺敏感的 我会把我的经历分享给你们 但更多的是要你自己去消化 因为我们的知识输出是远远大于知识输入的 学习一个内容可能要花费你几年的精力 但最终把这个结果输出只需要短短几小时的时间 所以在看完这支视频之后呢 最重要的是将它消化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我这些经验只适用于我自己当下的工作环境 更多的是要你结合你生活工作的场景 不断地去实践内化反思总结 最后生成一整套属于你自己的工作思维方式 那前面铺垫了这么多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吧 因为疫情的缘故 我们上个学期放假放的就比较晚 所以这个暑假只有短短30天不到的时间 再过完这周我就要开学了 我知道关注我的很多很多朋友 有的是打算当老师 有的是正在考试 还有的已经是上岸了的老师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现在正处于哪个阶段 可以在弹幕里互动一下 一直以来你们都很好奇 我为什么要当老师 我是如何成为老师的 老师的薪资待遇如何 我作为一线老师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拍视频 还有你们在微博下面提到的种种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 教师这个职业的方方面面展开 首先我为什么当老师 我在八年前啊 我已经这么老了 当时高考分数下来 我的分数高不成低不就 我当时不想在省内读书 我更想去了解一下省外的文化和学习氛围 于是就把学校的选择着远于城市上 最终最终我挑了个离家很远的学校 因为是在沈阳 去昆明坐火车要三天两夜 坐飞机差不多有六个小时 我当时对于这所学校 是不是师范学校不太敏感 因为我这个人对教育事业不抵触 甚至还有点感兴趣 所以我现在能当老师 也是凭着满腔热血和信念 但有一点我相信和很多同行都一样 就是父母告诉我们 女生学师范好啊 铁饭碗将来好家人 即使父母说的是没错的 但这样功力心太强了 就让我觉得 这成为了一种要和自己命运妥协的方式 我原本不讨厌师范的 不止我爸妈 七大姑八大姨都这么说 我甚至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点厌恶 至于专业能关注我久了的朋友就知道 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听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觉得和我的风格有很大出入 选择了学校 那么在专业的选择上就会相对被动很多 不过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当老师 然后关于教师资格证 其实有很多网友问我 但是这个问题我一直觉得我不是权威 因为我们这届毕业的当时还属于 毕业就可以拿到教师资格证的那批学生 当然学校里面也是组织了教育心理学 那些一类的系统的正式的考试 好像是13年还是14年毕业的同学 就需要自己去考这个证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走个宫时运 教考上我能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 背书 对于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同学呢 如果想到老师可以去考一考 或者是本科毕业在读一个师范的研究生之类的 否则找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卡在你的学历这个关卡上 那么接下来是万众期待的一个话题 如何成为名老师 首先你是师范院校毕业 或者是具有教师资格证都可以当老师 但成为哪个领域的老师呢 这在学历上是有要求的 那么下面我就以我所在的云南昆明地区举例 一般普通小学是二本以上的学历 而重点小学一般是名校毕业的本科 或者硕士以上学历 那么一般中学需要的是硕士毕业 重点中学需要的是名校的硕士毕业 其实我身边还有一些外国念书研究生毕业的朋友 我们一起竞争参加考试 其实压力还是会挺大的 反正家长和老师跟我们说了无数遍的学习的重要性 当你跨出大学校的那一刻就开始显现了 一个人的视野认知工作能力 在你开始找工作那一刻将会被暴露无遗 所以如果你还在念书尽可能的去一个更好的学校 将来会有更好的平台 接下来关于教师招聘 也就是去哪里找工作 一般情况下老师找工作有以下三种途径 实习留校 校园招聘 社会招聘 首先来说第一种实习留校 那其实我毕业以后身边是有很多同学 选择了当时实习所在的学校 留下来就在那工作了的 只要在校期间好好工作 毕业之后就可以被设立聘用了 接下来第二点是校园招聘 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 关于学校招聘的信息渠道 大家可以关注你们当地教师招聘的公众号或者官网 那对于云南的毕业生 尤其是昆明市的 那么对于云南的同学尤其是昆明的 我推荐大家关注这个公众号 不光是有学校招聘信息 还会公布许多教育局组织的招聘会 到时候带上相关简历去投递就好 第三个是社会招聘 现在市场要求大多是面向应届生的 这里多提一句 如果你是应届生 那么请把握好你应届生这个身份 它非常重要 如果等到来年 那么你的身份价值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对于单位来说 应届毕业生就是一张小白纸 敢拼敢闯有想法 很多领导都看好应届毕业生 所以如果你是应届生 请把握好你的应届生身份 那么网界的同学要怎么办呢 那么求职的时候就需要去关注 刚才我前面说到的公众号 和当地教委网的考试 考完以后呢 会按照分数的高低 依次来进行录取 那么这也就是面对我们 网界生的社会招聘了 面对网界同学的社会招聘考试了 至于学段的选择 除了我上面收到的学历要求 还有就是你对你工作的预期和定位 下面我就来说一说 小学初中高中老师的差别 小学老师也就是我 工作除了讲课以外 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管纪律 对待小学的孩子 真的要超级超级有耐心 他们都是一张张白纸 相对而言会非常单纯 他们开心就是开心 生气就是生气 心里不会有太多的小算计 只要你具有责任心的去教育 那么你教的孩子一定可以健康成长 在待遇方面小学老师比较一般 多的我就不说了 总之是非常普通的 那么大家如果你是昆明 或者其他城市的 请附上你所在的城市和你的工资 快交流弹幕刷起来 如果你喜爱孩子 那么小学老师的幸福感是非常强的 比如我们班的孩子 每一位都是小天使 我不提倡他们花零花钱给我买礼物 他们就会非常用心的 做一些手工艺品送给老师们 特别可爱 所以这就是我说 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份职业的原因 初中老师比起小学压力就会更大一些 在上课管纪律的同时 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 因为初中的孩子进入了青春期 老师管的少是不负责任 老师管多了 那学生又会出现很明显的叛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初中老师还是挺难的 如果大家有是初中老师的 可以弹幕或者留言 交流一下你当初中老师的感受 而初中老师的待遇 相对小学老师会高那么一些 但具体是多少 我也不太清楚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继续弹幕刷起来 反正不知道你是谁 那么下面是高中老师 高中老师对于前面两者 最大的差别就是 不用管太多的几率 为学生操太多心 但是要更加的抓成绩 高中的孩子 基本上可以像成年人一样 有他们的思想 可以正常交流了 所以只要老师的管理风格 具有人性 那么一般都会受到 学生的爱戴的 关于工资的话 高中老师我不是太了解 大家也可以刷一下弹幕 但我们家亲戚友 是高中老师的 高中老师净职称比较容易 在带过一两届毕业班之后 就可以有机会 进上中级或者高级了 那么听我说完这些 你会选择去教哪个学端呢 总之关于教师考试 外面不离其宗 背书非常重要 关于先面试和讲课的技巧 我认为最大的关键 就在于自信 因为我在家没有一个大环境 给大家展示 那么我推荐大家 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个账号 我个人看下来 觉得还挺干货的 所以推荐给你们 希望帮助到大家 当你找完工作下一步 就是着手于 如何当一名合格的教师 与其说合格的老师 不如说好老师 其实在这里 我不想给大家一些 框框条条的概念 我只想给到你们一个大思路 然后大家去自由发挥 这个大思路就是 换角度来思考 说真的 我一直没有提过一件事情 就是我英语很差 其实这件事情 除了我自身努力的原因之外呢 很大一部分 来自于小学英语老师 给我带来的阴影 我希望他现在 不要看到这支视频 我小学是从三年级 开始正式学英语的 我们的英语老师 在对待同学的时候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比如他喜欢一个同学 他会朝死里喜欢那个孩子 无限的给他包容和爱 但是对待他不喜欢的孩子 比如我 当然迄今为止 我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态度就特别差 极其没有耐心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时英语老师提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在后排疯狂的举手 我来我来 于是他就把我点了起来 当我站起来以后 他没有直接问我问题的答案 而是对我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迄今为止我都还记得 他对我说 你的举手姿势非常糟糕 坐下 看看后面同学怎么举手的 于是点了我身后一个 这样举手的女同学 当时我特别记得 那位女同学对我偷来的目光是这样的 然后身边所有的同学都在嘲笑我 这就是不会好好举手的下场 活该 但我有想过 如果当时那位老师换角度来思考 他先说你的举手姿势不正确 下次注意 然后紧接着让我回答问题的话 那我不仅改正了我举手的习惯 还有可能从此不会不喜欢英语 后来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事件 反正偏心的老师在我们班 我们班英语成绩确实有很大一批同学 都不太好 前面我说过 小学生就是一张白纸 你什么样的态度教他 那孩子就会给你什么样的报答 当然也怪我那个时候年少无知 以至于现在英语水平都不太好 成为了我人生当中非常懊恼的一件事 所以当我成为老师以后 我认为孩子的分数固然重要 但孩子分数起来的大前提 是在学生喜欢上你的课的基础上的 其实就拿前不久的上一个学期来说 因为我们区里举办了合唱朗诵跳舞 还有美术同考 所以上个学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忙碌的 但我们班任何一个在朗诵 合唱或者舞蹈方面有特长的孩子 要被各科老师拉着去排练 那我一定是同意的 作为老师目光一定要长远 孩子他现在走的每一步路 都将决定着他未来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只是着眼于成绩 那么即使是孩子成绩好了 他在这些综合发展上都会有所缺失 所以我一向鼓励我们班任何有特长的孩子 无限的放大你的特长 展示出你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一面 其实呢我玩B站录视频 我们班有一部分孩子是知道的 但我认为这并不影响什么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 在完成了自己本质工作之余 在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想这两者是不相违背的 这也就像我教给我们班孩子的 你有什么特长和爱好 你就可以尽情的去发挥和展示 那么其实你们在视频和微博上看到的那样的 我其实和上班的我截然不同 我上班有80%的时候 就是T恤或者衬衫 加一条牛仔裤 再背一个书包 怎么方便怎么穿 因为你们都知道 我工作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停不下来 但只要我完成了我的本职工作 我就会在私人的时间 尽情的享受自己的生活 这也是刚认识秋菊爸爸的时候 他告诉我的一句话 工作的时候踏实工作 生活的时候尽情快乐 千万不要把工作的情绪 带到生活中来 师生的情意培养好了 自然而然的 学生也就会尊师重荡 自觉的开始热爱学习 这就需要各位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 学会与学生相处 多下功夫 多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 每当遇到学生有困境 或者你在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上 出现瓶颈的时候 就可以换位思考 站在学生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 他们不断反复的出现错误的时候 需要我们耐心 对学生那些好奇而大胆的问题 我们应该包容 不区别对待任何一名学生 一视同仁 我一向很鼓励我们班的孩子对我敞开心扉 有什么就说什么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后进生过来的 所以我知道这样的孩子内心世界 是有多么渴望被别人认可和肯定 那么我由衷的希望我们班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快乐的 我们都说看这个孩子的样子 就知道父母是什么样 那么同样的一个班级是什么样 他们班主任的作风也就是什么样 我给大家的建议 除了上面说到的换位思考 还有就是当你入职以后培养好你的专业能力 也就是对学科的研究 在工作期间一定要以身作则 粉笔字钢笔字 讲话方式这些基本功的练就 甚至是把握学校里面每一次可以提高自己的比赛机会 在争得前辈同意的情况下 多去听名师前辈的课 这会对你的提升非常的大 我现在已经工作第五年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 学校给分配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师傅来带我 但是我当时脑子就像短路一样 并没有太多的请教我师傅 就包括上公开课都是自由发挥 但后来一节公开课之后 看大家在下面窃窃私语的模样 我就知道我这堂课上的有多糟糕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 一定要请教师傅多去听课 那比如我们学校会举办的美学期的教学竞赛 我一有时间都会去听 那我会拿手机录像 他们评课的时候我会拿手机录音 回到家里反反复复的听 我就属于在工作上比较会反省自己的人 这点很重要 因为你每次错误或者失败 它都会成为将来你成功路上的一块电脚石 所以利用好你教学当中的一些失误 看到明师怎么做的不断地反省 把它放大自我提高 还有第三点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工作环境 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个非常非常惬意的地方 我身边的同事很少有那种张家长李家短的 大家都是经常会去讨论学术问题 研究班里学生心理发展 大家有什么工作上的困难都会相互帮助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 我真的超级超级幸福 比如我们年级组长 但凡有问题你只要向他请教 他都会给你解答 而且他的示范性作用特别棒 教给了我很多面对家长和学生 处理问题的正确思路 总之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 我非常非常的幸福 这也是让我后期成长起来的一个巨大因素 但是还是有一些我个人这几年来的干货 想向你们分享 和我搭班的是一位数学老师 他非常的负责任 他教的我们班和另一个班两个班的成绩 基本上每年都是全校一二名 他工作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一丝不苟 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单 批作业的时候合格的学生是蓝色荧光笔标出 需要改错的学生就不标注 有特殊问题的孩子用绿笔圈出来 那么等到作业反馈下去 孩子改上来的时候 他又会用不同颜色的笔标记 哪个孩子在这个计算上还有问题 反正名单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一般类孩子对我的副班是又爱又怕 爱是因为他的课非常有趣 怕就是因为数学老师的作业一课都不能怠慢 而我作为语文老师 在教学上就是做到重基础 训练阅读和写作能力 在平时多灌输孩子们一些正能量的思想 久而久之孩子自然而然会被你这种行为所感化 说到抓基础就是背 默 听 背书 默写 听写 这一块的作业我基本上是放到家庭 我也去完成 其他的练习我都会让他们在学校里面高效的完成 有时候我边讲边带着他们做 有时候会让他们做完 然后我利用几节课的时间 那么当天就给他们反馈 所以在学生的学习效率上也就会提上来 对于我们班孩子其实压力比较小 我一直在推崇他们多去阅读课外书 甚至他们读什么书我也会读 然后每天到了学校以后 我就和我们班孩子一起讨论书里面的内容 这个环节真的非常有趣 你会发现不同的孩子 他们读出的人物性格是不一样的 和他们交流的这个过程 我自己也在进步 我相信不同的老师是有不同的方法 我在这里说的只是我的方法 如果你在教学上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的话 可以弹幕留言 我们一起分享交流 一起进步 所以当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具有责任心的职业 几乎每个学期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公开课和比赛 我记得每次的公开课下面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 各种语文老师都会来听 这堂课的准备必定要非常精心 需要提前两周就开始准备 还有请师傅和同年级的其他同事来帮你听课 评课打磨 每次经历这种大型公开课就像上了刑场 恨不得巴你一层皮 所以刚开始上班的前两年 我身体经常吃不香 根本没办法好好安排自己的一日三餐和正常的作息 总之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非常不好的 每年每年体检下来 什么心率不齐啊 缺味量元素啦 作为老师我认为要根据自身的需求 适当的补充一些味量元素 一定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 经常刷B站的我就看到斗奶安利的一款产品 Lemon Books 它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 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专门问卷调查出 你身体所需要哪些微量元素 它是由营养师的团队 针对中国人的膳食结构所做出来的问卷 再结合上大数巨佳算法 为每个人提供独一无二的营养补充方案 为大家解决了自身缺什么微量元素 需要吃什么补剂的这个难题 大家看打开这个以后 还有我的名字和何答 这是我这次需要补充的维生素 最神奇的莫过于它配方里的益生菌 反正这一年来虽然我有在减肥 但是嗯嗯 一点问题都没有 马上就要到七夕了 我给球局爸爸也订了一盒 他们的首页有一个特别的送礼通道 可以为他人定制有心意而且健康的礼物 而且他们在七夕推出了收礼人黑盒功能 可以有权决定是否让收礼人打开你的健康报告 保证隐私非常的贴心 但如果大家对维生素还不是太了解 或者在犹豫是否购买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小程序 免费的进行测试 通过这个测试啊 了解自己的身体需要哪些维生素 其实他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一个月下来的维生素一两百就可以搞定 他们家在七夕期间使用这个送礼功能 还能获得限时免费一个月装的乳剂或葡萄籽 那么何老师又专属优惠码给到大家 感兴趣的小伙伴赶快去看一下 嗨大家好呀 我是春莉 嗨春莉给大家打个招呼 不要那么呆呆的 春莉是秋菊奶奶带回来的一只小狗狗 是秋菊的新妹妹 头发还没有洗 现在是趁着我假期送过来给我调教的 自从教好了秋菊之后 我真的是一个养狗老手了 只要喂养柴犬 这种小奶狗根本不在话下 春莉 给大家一个粉红扑扑拳 那好吧你要听听大家是不是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内容 赶快弹幕留言告诉我哟 我哟 乖 我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